拿好麻袋装钞票 未来十天钱多的装不下的六大生肖 生肖牛 属牛的人是一个富贵的属下 他们个性非常的聪明伶俐 靠谱认真 记忆利好 做事情小心谨慎 前一段时间 属牛的人运势并不理想自己的努力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不过在未来十天属牛的人有天和机星助运 运势会得到整体的提升 之前想说的想做的都能够一一实现 心想事成 未来的日子其乐无穷 生肖猪 属猪的人做事情 责任心强 待人诚恳 从来都不做作 但是由于任何事情都对自己要求过高 所以这些愿望都没有得到实现 不过在未来十天属猪的人 有时神助阵亥年出生的你们 总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 你们的这一份真情努力 别人是看在眼里的 将来生活一定会富有 大富大贵 生肖猴 尘识出生的属猴人气质非凡 但识过人 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斗志昂扬 但缺点是个人完美主义 缺乏毅力 前一段时间 有小人做碎水属猴的人 意志表现平平 事业未能稳固发展 在未来十天你们有菩咸菩萨保佑 任何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之前的愿望也能够实现 压抑在心里面很久的想法 只要你付出行动都能够成真 生肖鼠 生肖鼠之前能赚到的钱财 一直不是很多 这主要是因为生肖鼠做事情小心翼翼 不敢冒险 所以即使是有好机缘 生肖鼠也可能会错失良机 在未来十天里 生肖鼠可一定要多加注意 到时候命理中有财星天才入命 强化了生肖鼠的财运 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大富大贵 生肖狗 生肖狗今年想要发财 可能会十分困难 生肖狗这一年里 很容易会遇到一些异败 让生肖狗的日子越过越辛苦 而在未来十天里 生肖狗命理中将会有龙得即兴相助 让生肖狗财运如虹 到时候属相试狗的人将会发大财 赚大钱 生肖龙 生肖龙财运比较旺 只是年轻时没有开始显现 可能年轻的诸多不顺 会让自己看不到未来而苦恼 要摆正心态 不止自己如此 有千万人也如此 是必经过程 未来十天里运势慧望到底 家庭不太多烦恼 儿女乖巧等事 事业发展顺利 前途一片光明 在投资理财方面有新的收获 开动聪明的大脑 发财运创新高 让属龙的人能够趁着运势上涨的趋势 不但将去年亏损的金钱 连本带力赚回来 更是能够大赚一笔 南无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敞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前世修得 一辈子不愁吃穿的六大生肖 生肖猪 性情憨厚 为人随和的萧猪朋友 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活宝 乐观而开朗的他们生来有好运 从小受宠到儿立之年 在需要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 就算经验不足 也多能得到贵人出手相助 其实正因为萧猪的人前世多为大善人 修得自持又慷慨 因此注定了他们这辈子能得到别人的勇权相报 基本上一生都不需要愁吃穿 生肖兔 天生善于为他人着想的萧兔朋友 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对自己坚持的事情从不延弃 是生活中的智者 事业中的强者 殊不知 其实萧兔的人即便不怎么努力 也往往能有好结果 上辈子多数是心善富贵 慈善家的他们造福了不少人 而今生今世的善良心的 也让萧兔的朋友广结善缘 积累了不少好福气 因此他们一辈子注定少有磨难 越老越幸福 吃穿用堵何时都不会缺 生肖马 萧马的朋友是热情的化身 从小运气好 命中多福气的他们 无论何时都能保持自信和乐观的好心态 哪怕失败 也就是拍拍泥土在站起来的事 肖马的朋友人生多为使必差奴过一生 上辈子多数是青年爱民的父母官 因此这辈子名望胜 人气高 领导才能及其出众 在事业的舞台之上 必定能创造非凡境地 至于财产和衣食 那都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忧虑的东西 生肖龙 鼠龙的人上辈子是为民做主的清官 为大众谋福祉 为后世后代所树碑立传 所以这一世 鼠鼠的人不管做啥作业都会成功 因为他有见机性事 克服困难的才能 就像他的鼠相一样临危不略 因为他的冷静和机敏 而又具有聪明和直觉 远见于经商的灵敏 他老是忙着拟定资格的方案 野心过大是他的拦路虎 想一下子干许多作业 致使精力涣散 假如能取长补短 就会终身处在富有当中 生肖牛 鼠牛的人上辈子是骁勇拼杀的无事 他们在战场上面奋勇杀敌 牺牺牺牲生命 为后世后代发明了杰出的生活环境和将来 所以这一世属猪的人能得到老天的庇佑 终身无病无灾 身体健康 连绵长寿 充足必生 生肖羊 生肖羊的人为人都会比较高调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只要他们决定的事情 就不会轻易地去放弃 生肖徒的很有才智 在事业上彻底地展现了自己的才 因此生肖羊的人只要会努力 就会有好的结果 生肖羊的人上辈子都是广结善缘 就此积累了不少的福气 这辈子也会少受很多苦 年纪越老越有福 南无大慈大悲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保佑 老来福的六生肖 再穷也不过四十岁 生肖牛 属牛的人年轻的时候性格相对内向 虽然工作比较踏实 但是缺乏与人的交流 所以年轻的时候总是忙碌无为 不过在年轻的时候 通过自身努力和经验累积 到了中年 属牛的人可以找到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 从中年开始 属牛的人运势又开始好转 贵人运也会增多 通过亲戚朋友或者同事的帮助 事业顺风顺水 斩钉截铁收获自己人生的财富 生肖属 属属的人天生爱专严学习 高瞻远瞩 他们往往可以凭借着自身的才能 走向成功的顶峰 但是他们生来谨慎 往往在犹豫之间错失了机会 导致自身在年轻时很难建树 好在到了四十岁后 他们运势全开 失业运彩运爆棚 贵人无数 终晚年大富大贵 衣食无忧 生活的幸福富足 生肖马 属马的人普遍不是天赋异禀的天子交子 他们如果成功 往往都是土发炼钢 靠着一股子的执着劲去实现理想的 所以年轻时的他们 往往不会出现耀眼的光芒 反倒是能隐藏锋芒地去一步一脚印的做事 而待到亮变变成质变以后 属于他们的时代才真正来临 尤其是在四十岁后终于是大气晚成 失业如意 家庭幸福 并且聚才一流 富贵到老 生肖鸡 属鸡人天资聪颖 赚钱的门道很多 一生凭借超强的能力来发家致富 在外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属鸡人 其实内心总是正能量爆棚 懂他的人都知道 属鸡人将来必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因为属鸡人不会让自己吃的苦白白浪费 在每次挫折中寻找经验 即便是现在一贫如洗 未来也必能成为人中龙凤 生肖狗 属狗的人平一见人 待人谦卑 个性耿直 在中年前他们大多在事业上付出了很多 由于经验有限 会经历一些失败 忙忙碌碌没有什么收获 为生活四处奔波 求财路上一搏三折 不过进入中年之后运气开始逆转 所有不好的运气都会消失不见 而且会得到贵人的大力帮助 事业开始渐入佳境 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属狗的人来说 年纪越大赚钱的机会越多 财富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积累 生肖猪 肖猪人少年的时候喜欢安逸不喜欢改变 不乐意接受新鲜事物 中年以后他们开始改变 想要换一种生活 会渐渐热衷打破现有的模式 他们的脑中会涌现很多新鲜事物 而他们在尝试中 渐渐捕捉成功的法门 凭借天生不错的财运 总能找对财富的门 晚年的日子过得比较富裕 南无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保佑您平安顺利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